每当提起陈赫的时候,大家不仅想到的就是曾小贤 《爱情公寓》中,陈赫出色的演技,把曾小贤视为陈赫的标记 陈赫参加跑男之后人气大增,把自己的搞笑气质发挥到了极致 渐渐的笑和超高的智商,让大家对陈赫有了同心的认识 陈赫再不是那个人们起初认识的曾小贤,而是跑男成员天才的陈赫 陈赫昏变风波也一度让世人对陈赫的印象有所改变 陈赫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,他依然是那个维护前妻 不为自己做任何辩白,敢于担当的陈赫 陈赫再婚之后,生活也很幸福,妻子很支持和理解他 现在还有了自己的小情人 大家也经常看到陈赫晒跟女儿的合影,只是从他没有曝光女儿的正面照 近日陈赫却无意中曝光了女儿的正面照 国庆节当晚,陈赫深夜给大家晒自己的晚餐,一块大牛排 前段时间他曾展示过自制牛排的成果 不知道这顿晚餐是不是又是自己下厨 但是网友却没有把关注点放在牛排上 而是纷纷问他,大半夜不睡觉还吃东西,不会胖吗 还有开玩笑称,说胖死你的 结果陈赫没给大家的理论 一边挑眉享受着美味牛排 一边望向婴儿车里的女儿,虽然镜头有些模糊 不过这个角度倒是第一次曝光了女儿的正面照 可见镜头里的小家伙和爸爸一样 深夜都没有睡觉,而且张着小嘴 看来对即将倒嘴的牛排很是期待 这样几个的神情真是跟亲爹一模一样 按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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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摩